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短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的行政总裁周秀之 出席美国众议员 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听证会 强调TikTok不是听命于中国政府 也不是由中国政府持有或控制 而是全球机构投资者 创办人和顾员分别持有 董事局的成员也包括美国人 周秀之有强调 中国政府没有透过TikTok获得任何数据 用户享有言论自由 TikTok不回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而推广某些内容 或三除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内容 委员会主席罗杰斯也直除提醒他 对国会作虚假或误度的陈述 是联邦罪行 有报道指 美国政府要求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在中国的所有者出售股份 否则可能会在美国被禁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时 说如果消息属实 中方将结决反对 发言人说 无视产品或服务本身 仅从外国投资者身份出发 强制要求出售TikTok 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 赴美投资信心 发言人又指 出售或脱离TikTok涉及技术的出口问题 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领行 行政许可的程序 中国政府将依法作出决定 俄罗斯国家安全副主席 前总统梅德维杰夫警告 如果有国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 向总统普京发出拘捕令 将被莫斯科视为宣战 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向普京发出拘捕令 指他要为俄罗斯非法驱逐 乌克兰的儿童负责 德国官员表明拘捕令在德国有效 普京一旦入境就会被捕 梅德维杰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 这个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但假设普京真的入境时被捕 俄罗斯将视之为宣战 届时包括导弹在内的俄方所有武器 将会射向德国总理办公室 和联邦议院等等 梅德维杰夫有批评 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将会令到莫斯科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5月将在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或者是首次将印太作为讨论的议题 日本这个举动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与巴士的布的评论员Anthony聊聊 Anthony你好 大家好 据日本经济新闻23号的报道 5月将会在港岛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G7 或者首次会将印太作为讨论议题 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那报道称作为今年G7轮值主席国的日本正在会总议题 并和其他G7成员国进行沟通 协调 印太或将首次成为集体讨论的G7议题 原因在于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在担心台湾有事的东亚地区 G7将会借此表明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 除了印太之外 经济安保也将会成为议题之一 预计G7将就半导体 稀土等重要的物资 供应链问题进行大家的沟通 日本首相岸田民航3月20日 在访问印度期间 发布了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新行动计划 并提出到2030年 日本将会向印太地区投入75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据每日新闻的报道 出于对中国的担忧 岸田还表示 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 印度是必不可小的伙伴这么说 近来日本动作是不断 3月21日 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民进党 举办所谓的二加二会谈 出席会谈的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的会长 核井岩就说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 据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2月4日已经决定针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的管制 为此日本政府将修改现行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相关细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在23日就表示 早在2016年安倍晋三就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而且跟其他国家的印太战略不同的是自由开放 是日本独有的说法 一直到现在的岸田 日本历界政府都是贯彻安倍的意图 很显然 这个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的 日本计划在港岛峰会设置印太这个议题 其实是想引领相关的话题 经济安保议题的设置也都是这样 一切都是日本想引领政治、经济、军事话题 不仅是跟美国 也都包括跟其他G7等西方的国家 通过各种的机制共同去对付中国 所有这些都可以囊括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中 这个是日本拉帮结伙 压制中国的又一例证 谢谢Anthony 政府发表有关香港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政策宣言 并推出一系列措施 令到全球家族办公室和资产拥有人的业务 在香港蓬勃发展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政策宣言展示政府将香港发展成为 全球领先家族办公室输楼的决心 家族办公室业务蓬勃发展 将有利香港汇聚全球各地的资金 壮大本港金融市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 并推动香港的金融、专业服务、创科、绿色、文化艺术 以至到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 增强香港的发展动能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静宇认为 香港的吸引力远超作为投融资中心的角色 政策措施从多角度展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魅力 政府将进一步紧固全球家族办公室 和资产拥有人在香港的蓬勃生态圈 港协企奥委会董事局开会 讨论世界冰球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事件 港协企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茨表示 兵协对事件的答复基本上就是说了当做了 有很多的情况亦不足 认为是管治出了问题 港协下星期一会向政府提交详细的报告 待政府检视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早前在报章发文 回顾过去应对新发现的传染病经验过程里 曾经三次面对生命受威胁 政府发言人回应说 抗疫专家顾问团的成员 一直以来都在公共卫生 传染病学和临床经验等等的范畴 为政府提供专业的意见 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冲心感谢 对于疫情期间 国别政府专家顾问怀疑安全受到威胁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并以和相关的专家成员作出跟进 确保专家顾问团能够安全领行职能 又强调任何人使徒以违法的手段影响专家 特区政府必定严肃跟进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研究时代经验到团家顾问团能够 安全保障场